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以及伙伴们被退学,气得一拳砸在桌上 创真却显得平静得多 他觉得大家是因料理对决而输掉的 且对方并没有使用卑鄙手段 同时他想到一件事 现实际除了义尔申和李奈 实际还有八人 而他们仨加上李奈是四人 如果能用师姐夺回师姐过半数的席位 便可将一切退分 包括伙伴们的退学决定 伙伴们被这个想法惊呆了 创真说完直接找到龙胆 像学姐可以让出他的席位 龙胆听后直接一口咖啡喷溅出来 并劝李奈也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李奈觉得创真的想法确实不在现实 他想找父亲谈谈 请他取消大家的退学决定 他叫出正要上飞机的父亲 刚要开口 父亲就让他远离反叛者 同时责怪龙胆 故意在口水中放水 李奈放下自尊 忍住泪水恳请父亲 对反叛者们网开一面 父亲却不予理睬 创真扶住李奈 随即喊道 中村学长 如果这么想逼我们退学 直接任我们的军队和你那边的军队来一场 赌上十节席位的全面对决怎么样 中村就嘲笑创真愚蠢 没有筹码还要跟自己谈交易 这时程一郎突然出现在创真身边 一同前来到还有前总帅左门 程一郎觉得儿子的方案可行 建议中村来一场团队对团队的连队实际 建中村不敢 他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输了 我教你的军队如何 倒是我将抛弃自身的思想与信念 成为你所期望的美食走狗 同时关闭我的信坪小馆 中村听后 当时来了兴致 当界接受了体验 中村走后 程一郎带着大家登上列出 唐导音不好意思说 尽体证其实是我利用了大家 因为我知道只要成一郎出面 中村一定会答应对决 大家根本不介意 反而感谢他促成了这场连队实际 看到创真等人勇往直前的模样 唐导音和成一郎感到非常欣慰 普通的团队赛是从两阵营中选出任意两人 进行一对一的对决 获胜者继续进行对决 最后留下的团队便是最终的胜着 连队实际却不大一样 借团队合作会左右胜负 连队实际中需要队员一边 扣自己的料理与敌人碰撞 一边根据需要帮助队友的料理 从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完成度 据说就算减扣自己的力量 无法震射的对手 若与同伴齐心协力 打倒实际的可能性就不会是零 李奈一直闷闷不落 他很想拯救大家 但这就意味着 要有父亲率者的实际进行正面对决 只是想想就让他颤抖不已 半年前 诚一郎突然回国 因为他听说中村开始频繁建立亚洲方样的关系 担心中村会对远远人质 那时短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孙女李奈 他担心中村会再次将李奈掌控在手掌心 诚一郎告诉他 能真正拯救李奈的 只要与李奈同年级的伙伴们 这时大家招呼李奈一起参加战前特训 短门主动担当了主持人 将惠子阿帝与唐导盐组成唐导队 唐导盐任队长 将创真李奈和诚一郎组成裁部队 诚一郎任队长 比赛题目为法国代表性料理 帕蒙地爷烤土豆泥 时间五十分钟 这是一道肉酱加上芝士和土豆泥层层堆叠 再用烤箱烤制的料理 转门要求烹饪中所有人不许出声 不出声要如何配合 惠子慌了 但他很快发现 只要将料理的工序在脑海中轻指的过一遍 然后逆算 仔细观察主持的行动 就像他辅助创真 预想的下一步然后行动一样 再看成一郎父子 这俩人竟然相互挑剔起对方的工序来 直到短门说 要盼二人输两人才消停下来 远哥我觉得他不怪创真抗议 因为成一郎根本不像唐导盐那样用王道的顺序 从最废工序的肉馅开始制作 而是从其他工序着手 这日李奈注意到 唐导盐队操作台山的鲁乐 凤柏鱼还有盘子 这豆菜通常都是用居菜碗来装的 难道唐导盐正在做的是原创帕蒙地野土豆泥 两位队长其实都是在考验他们 现任时机组织 几天后将卷行连队实际 不见没有意义 反而觉得这是将反叛者们一网打进的好机会 此时阿弟突然拿起白骨头酒醋 橄榄油和搅拌机 李奈明白了 唐导盐要做的是由凤宝玉和罗勒为主的 罗勒提玉镜 而阿弟不仅正确解读了队长的意图 还寄行制作了意大利炒蔬菜 让味道更进一步 嘴门忍不住感叹阿弟成长了 多了一份以往所没有的浓厚执念 阿弟回头看向创帧 用眼神催促他也尽快行动起来 创帧激动的系好了毛巾 现在李奈与创帧要做的是了解成一郎的意图 在想办法回应他 汉蒙第一烤土豆泥的基础构造大致分三点 将肉糜充分炒到变速 制成厚实的肉酱 制作绵密土豆泥 还有芝士 然后将这三方面叠加烤制 而成一郎居然在烤可丽饼 他倒截在想神马 这人创真突然有了行动 准备了土豆和芝士 还有小白鱼干 所有人都蒙了 李奈却渐渐明白了 成一郎父子正在将生活的主张和想法互相碰撞 做出一普通辅助协作无法完成的料理 这才是成一郎给他们的试探 想到这儿 李奈开始捡起牛排 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尊严 比赛时间到 左门请双方拿出各自的料理 众人质疑台部队的料理 是否真的是帕蒙迪耶烤土豆泥 可丽饼 小鱼干 再加上牛排的组合 实在无法想象会是什么味道 左门破裂将这次评判的权力 交给了创真四人 互相品尝对方的料理 唐岛银内的土豆泥细腻极了 宛若一块绵密遮及的棉花糖 土豆泥和肉酱走着的美妙层叠 让人感觉分量十足 绿色镜汁的点缀 更是锦商添花 阿迪切开材料的可丽饼 骰子大小的肉块 让人忍不住想去品尝 双方的菜片 都让对手感到无法抗拒 最后他们纷纷把货胜方 折向了对手 理奈评价唐岛对的料理 肉酱为整体的味道 惦记了根基 阿迪的义式炒蔬菜 使饺子味道更加深厚 并且义式炒蔬菜 同时也能用来做法式褐色酱汁 惠子的点子非常出彩 用罗勒体育酱做点缀 让风味更加丰富和立体 同时带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 就像在听高级爵士乐队的演奏会一样 你们大胆打破了菜式的三段构造 创真用芝士 土豆 白鱼干做出了香脆的土豆煎饼 酱鸡和土豆泥一起包裹进可丽饼 带来了原本不存在的软糯香脆和鱼杯的美味 李奈居然想到煎烤牛肋排 再用波尔多红酒炖煮 使口感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就像艺术家们在宣扬各自主见的前卫美术 听着他们头头是头的点评 转门欣慰地笑了 称赞孙女儿李奈做得很好 告诉他成一郎父子 平时就是用这样相互碰触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 李奈感叹自己做不来那种撒娇般的事情 转门却说 撒娇没有什么不好 毕竟是父子 有时也要学会任性才行 次而一场 大家来到约定地点 与中村带着的十节碰面 中村在李文岛南墩设置了一个会场 作为连队十节的舞台 以便要参加升级考试 不断本身的学生以及其他来宾观战 双方再次确认 连队十节胜利的地方可获得全部十节的席位 同时中村提出不限制人数对战 因为当年成一郎就创下过一对五十的记录 而如他掏出第三次考试中落败学生的学生证 接着十节们也掏出了他们的学生证 塞进了十节第四席宝头的布偶小熊 正是向反叛者发起了挑战 中村理所当然地认为 李奈都为十节之一 连队十节人站在中书这边与反叛分子交战 他直直盯着李奈 等待李奈会像童谦一样屈服于他 李奈却鼓起勇气对着说 既然如此我把第十节的位置还给您 若不这样我就没法断言 自己身心都是他们的同伴 好吧 但如果你们输了 你一生都要为中书卖命 并且听从我的吩咐 不得再次违抗 李奈同意了 中村带两十节离开后 李奈慷慨激昂的说 只要赢得林队十节 击垮先任十节 我就能登上十节第一席的网座 你们就是本女王的忠心侍从 惠子阿蒂一脸崇拜的望着他 只有创真不开心 因为他一直认为登顶的人该是自己 但最终还是妥协了 他把自己 阿蒂与慧的学生证 一起交给李奈 你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的命就托付给你了 李奈信心十足的接受了这一重任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记得给宇哥点赞三连 三连有催更效果哟 还有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有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的用哟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好别忘记转发哟 感谢观看